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这个边境上的难民危机问题 有些网友朋友呢,可能就会疑惑 就是白俄罗斯怎么产生了那么多难民呢 是不是因为白俄罗斯他们国内的动荡呢 可是他们国内的这个动荡不是在年初吗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怎么现在还那么多难民呢 这些难民呢,其实他是来自于中东的 这些难民来自于叙利亚,来自于伊拉克,来自于也门,来自于土耳其 来自于这些地方 他们呢,多数都是一些库尔德人 那你可能就会有疑问了 那这些库尔德人在中东怎么就去白俄罗斯了呢 那白俄罗斯和他们也不接壤啊 他们和墨西哥不一样啊 墨西哥呢,是因为他在中美洲和美国之间 所以呢,中美洲那穷国什么萨尔瓦多呀 宏都拉斯啊 那些难民呢,就通过墨西哥来到美国边境 想进入美国 那他们这些人怎么能来到这个白俄罗斯呢 为什么西方国家就来制裁这个白俄罗斯呢 那美国怎么就没有去制裁这个墨西哥呢 这些难民也愿意到他那去 那这个白俄罗斯他接收难民 为什么还受到指责呢 问题呢,就是这样的 因为白俄罗斯和这些国家呢,并不接壤 就是说这些难民跑到白俄罗斯 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 这就是欧洲现在为什么制裁这个白俄罗斯 他们就说这个白俄罗斯呢 是有意把这些难民搬到他们国内来的 这个白俄罗斯呢 甚至还在这些国家做广告 说你们来吧,你们来吧 来到白俄罗斯吧 然后白俄罗斯呢,在那些国家也拼命的发放这些签证 这些难民呢,都可以上飞机 坐飞机来到了白俄罗斯 那大家肯定又有了疑问了 那为什么这些难民他们要到白俄罗斯来呢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欧洲现在制裁白俄罗斯的原因 欧洲就说呢,这就是你白俄罗斯搞的一个阴谋 你们把这些难民呢,都接到你们国家来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到波兰去 你白俄罗斯呢,其实也没有这心眼 这背后呢,都是俄罗斯指使的 那俄罗斯现在呢,就出来说 no no no,这个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白俄罗斯现在也说呢 no no no,我们是接受了很多的难民 但是呢,这并不是我们有意把他们拉到我们这个国家来的 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我们不得不接收 我们是从人道主义来考虑,才接收他们的 那你可能又有疑问了 那既然是白俄罗斯愿意接收这些人 那你欧洲为什么还要制裁他呢 因为呢,这些人来到白俄罗斯以后啊 他不在白俄罗斯待着 他要到波兰去 所以才发生了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这个难民危机问题 那大家可能又有疑问了 这些难民为什么到白俄罗斯 然后呢,又要去波兰呢 波兰也不是一个多好的一个国家 还有呢,就是欧洲为什么要制裁白俄罗斯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就是在这 这些难民呢 其实他们的目标是欧洲 他们的目标是西欧这些发达国家 那他怎么才能去这些发达国家呢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像萨尔瓦多和宏都拉斯那些人 跨过墨西哥到边境一样 曾经美国也指责 有人就在宏都拉斯啊 萨尔瓦多呀 做广告 用车拉着他们 拉到那个边境上去 那现在白俄罗斯呢 也是一样的 有些人呢 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有些人确实是就在那做广告 我没有核实啊 我也是听了一些媒体说的 那媒体既然说他们在那做广告 我想肯定是有广告的 而且这么多人都跑白俄罗斯 这里面有人做广告的 有人在做这个生意的 那他们呢 其实他们的目标呢 是欧洲 那从哪能去欧洲呢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白俄罗斯呢 接受他们 然后从白俄罗斯进入波兰 从波兰 然后再去德国 进到欧洲 是这么一个路径 所以呢 这些人到白俄罗斯 那是不是说白俄罗斯政府搞的这事呢 我不认为是白俄罗斯政府搞的 我更不认为是这个俄罗斯搞的 不是他们有意搞的 但是他们是不是顺水推舟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顺水推舟 因为这事呢 是对他们的敌方不利的 因为这些人通过波兰 能去欧洲 所以呢 他们就不管 那你想到我们国家来 我就给你签证你来吧 反正你也不会在我家这待着 所以呢 这些人来了以后呢 就突破波兰的这个边境 想试图 跨过波兰到欧洲去 那这个欧洲现在就吓得够呛了 一看这么多人要来 对不对 他们能不害怕吗 在这时候我们就看出来 他们这些欧洲人的虚伪性 他们口口声声的说人道主义 再说了 这里面主要是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可是在中东 本来就是美国和那些北约 他们的盟友 本来是他们的盟友的 后来美国呢 就撤军 还记得吗 那会儿美国撤军的时候呢 连欧盟都指责美国 说你现在把我们的盟友 库尔德人抛弃了 你跟谁商量了吗 没有跟谁商量 之后呢 欧洲也把他们抛弃了 库尔德人就没有人管了 对吧 这些难民说实在的 你要是往前倒的话 最初还是美国制造的 还是这个北约制造的 都是他们制造的 这个难民 他们口口声声的说人道主义 你制造的难民 却不去安抚他们 却不去安置他们 和安排他们 对吧 现在他们这些难民呢 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途径 就好像是萨尔瓦多 通过墨西哥到美国边境一样 现在他们就发现呢 我们可以去白俄罗斯 通过白俄罗斯的边境到波兰 通过波兰的边境 进入到欧洲 这是他们发现的一条途径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曲折的 进入欧洲 是因为欧洲不要他们呀 不要他们呀 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么一条曲折的途径到欧洲呢 欧洲现在要制裁白俄罗斯 不要这些人 你们所谓的人权在哪里呢 你们所谓的人道主义在哪里呢 是不是 那这两天呢 就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这个边境呢 这个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为进入冬季了呀 进入冬季了 他那个地方也会很冷的 到冬天很冷 要冻死人的 我看到有的媒体呢 就是说你白俄罗斯你这么做 现在还在有飞机拉着人到白俄罗斯 说你白俄罗斯你这么做的话 到最后这个石头会砸着你自己的脚 你会自作自受的 因为到时候他们去不了波兰的话呢 他就在你白俄罗斯的境内 你白俄罗斯你不要安排他们吗 那么这两天呢 我们就看到波兰和白俄罗斯这个边境呢 就压力越来越大 前天的时候我们还看到 有一个俄罗斯2T的一个记者 在现场直播 然后被波兰的警察给抓了 这个事也挺轰动的 因为西方你不是说是媒体自由吗 对吧 不是媒体自由吗 不是媒体的记者 是无冕之亡吗 怎么你们就把俄罗斯的这个记者就给抓了呢 这是前天发生的一件引起轰动的事 然后呢 昨天这个边境上呢 又发生了这个骚乱 确确实实因为是进入冬季了呀 这些人他要在这个冬季之前 要给自己有一个着落呀 那这些难民呢 就集聚在波兰的这个边境这个地方 他们现在呢 就是第一要冲破他边境的一个口岸 那不是有那个gate吗 有那个口岸对不对 有那个建筑啊 有大门啊什么蓝的那些 他们要突破这个边境 这个边境突破呢 现在就要突破 他那个边境那边都有铁丝网的 他那个边境有铁丝网 和美国的那个边境他不一样 美国的那个边境没有铁丝网 现在美国建了那个大高墙 但是波兰和白俄罗斯那边境呢 有铁丝网 我今天就看到图片啊 还有那个视频 那他们的那些难民呢 不知道拿什么 就是一下子就把那个铁丝网的勾住 然后给他拉倒 现在波兰集聚了很多的警察在边境 然后就对这个人群呢 放催泪弹 催泪瓦斯来驱赶他们 现在呢就没有什么人权可言了 西方的记者呢 根本就不去抨击波兰的警方 没有人去抨击波兰的警方 对波兰的警方会有意思的 就是俄罗斯2T的那个记者 被他们抓起来了 我看呢 这些难民啊 有一点他们也挡不住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把那个铁丝网给他拉倒了以后 就会到波兰的境内 到了波兰的境内以后呢 然后他们就会去这个欧洲 就会去西欧 他们不想待在波兰 波兰也是一个穷国家 然后这件事呢 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按说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呢 西方就在指责中国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嘛 他们就指责中国 因为中国这段时间对这件事情呢 没有干预 没有对白俄罗斯进行指责 可是我想说对白俄罗斯有什么好指责的呀 有什么好指责的 这些难民愿意去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给他们签证 然后那飞机都是民营的 坐飞机进来 跟白俄罗斯有什么关系 完了以后呢 他不愿意在白俄罗斯带着夜里去波兰 跟白俄罗斯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让中国指责白俄罗斯 怎么指责 指责白俄罗斯什么 你指责他顺水推舟吗 这只是猜测而已呀 顺水推舟 这只是猜测而已呀 对不对 从西方的语境来说 白俄罗斯接受这些难民 真是人道主义呀 白俄罗斯比波兰啊 比欧洲啊 都要高尚很多呀 怎么能指责白俄罗斯呢 对不对 而且中国从来都不干涉别人的内政啊 白俄罗斯让谁进来 不让谁进来 中国凭什么去指责呢 然后呢 我还看到媒体啊 就开始指责中国 说中国如果你不站出来插手这件事的话 你不站出来阻止这个白俄罗斯 你不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中国也会自作自受 大家可能会说 中国怎么自作自受啊 中国离那么老远 难道说那些难民就跑到中国来吗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怎么自作自受啊 对吧 中国能受到指责吗 还是怎么样 这些难民抓而跑到中国呢 原来是这样的 中国不是有那个中欧班列吗 现在这一带一路在东欧这边 和中国合作最紧密的 终端最多的就是波兰 就是波兰 这个专列呀 都要经过波兰 西方的媒体就是说 搞得这么多的难民到波兰的这个边境 好像至少有两条线的中欧班列 是经过白俄罗斯境内 然后去波兰的 说这些难民呢 就在这个边境 会影响到你中国的这个中欧班列 进入波兰的 我不是很清楚 怎么个影响法 反正这就是西方媒体呢 现在想着法的 把所有的事情呢 能和中国挂上钩的 都和中国挂上钩 能指责指责中国的呢 都指责指责中国 能让中国来负责的 都甩过给中国 好 这个是目前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上的难民危机问题 这个问题呢 现在来说 还看不出来会怎么解决 我认为呢 就是除非这些难民 人多力量大 把边境撕开一个口子 一下子全都涌到波兰 然后进一步的到德国的边境 否则的话 这些难民真的是这个冬天会非常的不好过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